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我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之中 回归方程式的显著性的简定 我们建立了一个回归方程式之后 我们也可以从判定系式之中 去估计回归方程式的一个配式度 那么除了用用判定系数 来看这个回归方程式好不好之外 我们需要做一个显著性的一个简定 经过了一个显著性的简定之后 我们这个判定系数才具有说服力 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做显著性的简定呢 一般来说有两个方法 一个方法就是对于这个模型简定 一个是对于我们这个回归系数的简定 那么其实这两个方法是一样的 这个上面这个是利用这叫做anova的表 后面这个是对于我们回归系数之中的斜律进行简定 那么我们来看看做法 在做之前的话呢 我们还是要再重申一次我们的基本假设 那让各位同学了解 这个误差项 Yi 假设的基本条件 就是它的平均值或者是期望值 这个总和要零 第二个 每一个观测点它的这个误差 相互独立 也就是它的共变异数都是零 再来一个就是 具有奇异性 它的每一个变异数 都是Sigma平方 最后一个 它这个误差项为常态 那么假设我们的话没有问题了 我们就开始来进行的是假设的简定的工作 就是对于模式我们要如何去看看它好不好 来我们看看第一种方法是利用F简定的方法 就是anova的一个显著性的简定 那么做之前我们建立anova表的话呢 之前的话要先要做的这个是叫做虚无假设 H0表示的是回归方程式没有解释能力 假设各位同学 我们发现它没有解释能力 就算R2再高 我们其实还是不能用 当然还有一个对立假设 有解释能力 那么现在部分来说的话 我们要看这个它的意义是什么 这是SSR是指的是回归 它的自由度是1 这是误差 它的自由度是N-2 那么这是一个平方和 这是一个平方和 那么这本身来说 这就是符合的两个卡方分配的一个除以它的自由度的值 这就服从的叫做什么呢 F分配 那么F分配只要是说我们这个F值能够大于临界值 那么F值各位同学要知道 F分配是有两个自由度的 自由度 第一个自由度是在上面 第二个自由度是在下面 那么只要我们能够填好了这个ANOVA表之后 这个F值 这就是我们的 如果说值是大于临界值 好再查个表 那么我们的确定回归方程式是有解释能力的 那就是拒绝H0 那么依照这个方法 我们来做一个实际的例子 现在有一个例子是说 广告的费用的投入跟销售的金额 我们发现中间是有一个关系 是什么关系呢 回归直线在这边 那这个指的是什么 这是A 这是指的是什么 是B 那么希望用ANOVA表 来分析这个模型的解释能力 那么首先第一个H0 代表的是什么呢 没有解释能力 H1指的是有解释能力 那么我们就用F值来去做检定 那么首先我们看看这些资料 这批资料 这批资料里面告诉了我们 首先我们要看看这个 每一个点到它的平均数的平方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SST 这就是总和3530 我们再来看这个 Yi准掉 Yi减掉Y hat 这个是指的是误差 这误差就是SSE 那么有多少呢 23 SST 扣掉两个自由度 那么这个是自由度 是相加 没问题 那么军方 这个SSR除以这个自由度 就是军方 所以我们填下去 3507除以1 仍然是3507 SSE除以3 我们除一下 变成了7.67 除完了之后 这两个的比值 上面除以下面 这就叫做F F3507除以7.67 我们计算算一下 457.2 这个值相当的大 那么我们继续往下做 这个地方 我们用查表的方式 我们临界值 用0.05 这个是我们的显著水准 那么临界值就是10.13 这个自由度是1 这个自由度是3 我们要用1 3 这两个自由度 我们去查了表 那如果说同学的话呢 不会查的话 我们可以用Excel 那么指令是FINV 那么打下去就知道了 那么10.13 这边是多少 457 非常明显的是 高于了10.13 所以我们得到的结论是什么呢 拒绝H0 这个模型 有没有解释能力呢 有 有解释能力 那么我们准备进行的是第二个技巧 就是利用系数来去做检定 那么我们先复习一下回归系数B的抽样分配 回归系数 回归系数 这个B 我们知道它的期望值是Beta 它的变异数叫做SigmaB 那个稍微麻烦一点 但是我们还是要会 其中SigmaB 我们证明过 它是Sigma平方 除以SXX 这是每一个X点到XBar的距离的平方总和 那么Sigma平方 我们一般来说不晓得 所以我们都用SigmaHead来取代Sigma SigmaHead我们前面我们也提过了 它就是SSE除以N-2 这是自由度 所以我们这个会取代它 那么我们也提醒各位同学 搭样本的时候 我们用Z B减掉Beta 这是我们的统计量 那么用的是一个标准常态分配来做 如果说是没有办法用标准常态分配做 那是小样本的时候 那我们用T分配来去辅助 那么注意了一下 就自由度是N-2 我们把同一个题目拿来去做一个比较 这个题目是刚刚已经介绍过的 广告费用 XI 销售金额是Y 那么这个地方已经算出来这是A 这是B 做出来之后 我们题目要我们用Beta的技术的显著性 分析模型的解释能力 那么我们要从这个Beta来着手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Beta 首先我们要建立虚无假设 Beta是0 Beta0就代表没有解释能力 那么如果Beta不为0呢 那就是有解释能力了 那么再来就是我们要注意的是 我们的 这就叫做统计量 统计量 刚才我们介绍了抽样分配 统计量这个地方 我们用小样本 用T B-Beta 除以SigmaB 要注意一下 就是说 这个计算上来说 要注意一下 那现在我们来做的是 先把这个SigmaB 先算一下 SigmaB平方的话呢 刚刚我们证明过的是 Sigma平方除以SXX 来继续算下去 Sigma平方是什么 就是SSE 那么SXX呢 在这边 742.8 这个就是SSE 那是多少呢 是23 再除以N-2 所以这是23除以3 那么SX是多少 就在这边 742.8 所以我们算出来了 它的变异数 已经算出来了 0.0103 那这是变异数 我们要的是什么 是标准差 因为我们准备标准化 我们需要的是标准差 不是变异数 所以我们还要再求它的 平方根 来我们平方一下 发现 只剩下了0.1了 那么下一步 就是要看我们的统计量 B值 这个T值的话呢 是什么 T等于 来我们看 Beta B减掉Beta 当然Beta值 我们现在用的是什么 是0 所以我们就直接把B写出来 B是什么 B是这个 2.173 来写下去 2.173 除以什么呢 SigmaB 多少呢 0.1 于是 得出 T值是多少呢 是21.73 好 这个地方 我们T值已经算出来了 现在就要查表了 查表 查T表 T表的话呢 是 用的是 我们用双尾 就0.025 搭配的自由度是 N-2 本题的N为5 那就是 N-2 就是3了 我们查T表 我们发现 0.025 3 是多少 3.182 21 真的是高于 他 于是我们说 这个模型 有没有具有 解释能力呢 有 所以拒绝H0 拒绝H0 表示这个模型 有解释能力 那么我们透过的是 B的一个检定 刚刚是 Anova的一个 F检定的方式 不同的方法 得到 相同的结果 这个单元的话呢 我们再次的强调 判定系数 不是做完 就结束了 判定系数 可以告诉我们 这个模型的好坏 但是 还是需要去做一个 检定 模型的一个显著性 这样子才具有说服力 检定 有两个方法呢 F检定 还有一个T检定 Anova相对来说 看起来比较简单一点 T检定 我们用的一个公式 比较麻烦 因为它的Sigma的估计量 是比较复杂 SSE 除以N-2 然后呢 最主要是 它的变异数 还要再用Sigma平方 除以SXX 就是上面这个 SSE 除以N-2 再除以 XXX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 这个估计量 我们其实做熟了以后 就会比较容易了 好